網球運動 網球運動在香港有過百年歷史 發展全面而且成熟 香港曾經有兩段時間的網球熱潮都非常熾熱 分別就是張德培和李娜贏得大滿冠冠軍 相信大家希望下一次帶起網球熱潮的 會是香港球手 訓練一個青年球員 最重要就是有場地 有教練 家裏有這樣的支持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有比賽 有競爭才有提升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辦CRC Open 會連辦都有很好的成績 也看到年輕的球員一年比一年的水準提高 CRC Open一來就是要吸引更多市民 投入這個網球運動 推廣這個網球普及化 繼而提升香港網球的水準 CRC Open今年踏入第七十周年 累積參賽人數超過五萬五千人次 超過九成是非會員 可見CRC Open已經成為香港市民 心目中的城中城市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與民同樂 所以CRC Open比賽期間這六個星期 我們都會開放回所 給公眾人士免費入場 我們可以看到在回所和天拳 時常都是擠滿了人 隨著網球運動普及化和精英化 要網球持續發展 就要邁向更多元化 網球現在可以變為一個發展的出路 包括可以做職業球員 教練、球證、知識員 甚至旅遊發展 亦都可以用大型的網球賽 來吸引遊客 我們都希望藉著CRC Open 能夠培育更多出色的網球員 繼而他們有機會參加世界不同的大賽 發揮他們的潛能 同時我們會繼續積極與網球總會 和其他團體合作 朝著更高的目標賣進 CRC Open首場比賽 將於10月20日上午9點舉行 公眾人士可以免費入場觀賽 請留言 www.crcopen.com排閱比賽詳情